今天的假设议题非常有感觉 因为我刚从南港山岸馆过来 今天早上是MIC台北的展会 那是算台北最大的一个新创盛会 那里面工部门的事物都有 那其实像现在新创有很多新创公司 他们一开始就把ESG永续这个议题 设为他们的business model里面的获利的来源 那包含说像最近也有接触一些雅湾 就是在高雄的雅湾远区的一些业者 那他们的技术跟服务也想要紧扣这个议题 那你可以发现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 怎么讲 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面向都会涉及到ESG这个议题 包含说像什么 这个比如说文创 像无烟囱产业这东西文创产业 今年如果大家有注意新闻的话 连这个文化部 他也跑出这个ESG的议题 跟那个证交所 金管辉那边呢 有发一个新闻稿就说 希望鼓励企业投资文创 那这个东西可以列为公司自己评鉴里面的一个ESG的一个参考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就将来会跟这个也结合 因为文创本身是没有污染嘛 当然是智慧财产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说他的议题面向非常广 我们今天两个小时 坦白讲 我说实在的 你不太可能把每个点都深入到 这样可能大家要带那个睡袋过来过夜 大概是这样 但我们尽可能是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来让大家看一下什么 第一个就是趋势 至少是你可以理解我们现在ESG的议题 从古到经 大概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它的具体的内容大概有什么 还有我们现在最热的议题 因为它其实太广了 那我觉得从ESG这个名词的创造来说 我觉得当初被提出来 这件事情是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什么都记不得 你至少就知道ESG这三个字 你要去听什么 这个口号 它是成功的 那 那 包含说像什么 这个我刚刚有提到 连文创都有跟这个有关 那 今年在 接触 经济部一些案子 他里面有在讨论 这种企业的ESG这个议题的时候 里面有在讲说 像供应链这个事情 我导入ESG的这个概念 像 我是律师 所以我之前就陆续开始 就看到说 企业诚信这个议题 跟ESG结合 这个是 你先不管什么碳排这个事情 那个还要 技术的 技术的门槛 你要去试算 然后又要有 比较多的成本 但是你马上就可以做的 很多东西通过合约就可以做 你可以说列为是ESG的一个 管理 像我刚才讲供应链这个东西 我只要签约的时候 我要求我的供应商说 不好意思 你要同意我们合约后会付的企业诚信 反贵赂 反贪腐 然后 你不能雇用 就是违反牢基法 像政府采购也会用这种东西 然后你不能有一些违反污染啊 等等东西 我一个合约 我今天是采购的ESG 我要求供应商这样做 这样子的ESG 他也是啊 但是他什么成本就很低 而且这个是一个合约就可以处理 你看他面向实在是太广 所以我们待会 聊一聊 其实我坦白讲 今天这个议题 我们的投影片 你会看到 怎么跟法律 没什么关联 因为ESG本身很快意太广 所以很多都是 这个比较 不是跟法律直接相关 但是有些议题 他深入其实都是要靠法律去做连结 像 温室气体修法之后 气候变现的这个法律 那这个东西 其实就跟法律就很有关联 因为如果 有 因为各位是 可能软体资讯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制造业 他就直接受影响 那时间 那什么 有人没有设计 好 就是 再出口那块欧盟 大家知道 碳牌这个事情 欧盟的管制的要求 他直接影响 现在国内在因应外贸协会也好 一些 这个经济部 这个出口的主管机关 他们为这个事情 其实非常烦恼 你要落实业绩 你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就这样子 你的商品价格 就因此还在增加 竞争力 就会跟你的成本也有关联 所以这个是 大概现在已经变成无远佛界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讨论 跟ESG有关联 大概是这样子 那 这个我简单的简历 我想就 有 我其实在新装外面做蛮多的 跟经济部有很多合作 所以也会 遇到ESG的议题 好 那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 有很多的英文的名词 它其实都跟这个有关联 你待会看到 今天会看到非常多的名词 你记不懂 没关系 因为反正你随便挑一个奖 大概人家外面都听得懂 因为它就是 很多的名词 在串来串去的 你发现 原来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联合国的千禧年发展目标 这个是在比较早期 在这个概念 在形成的初期 提出来 ok 那 在这个 千禧年发展目标里面 他有提到 八项国际发展目标 这个 你可以看 就从那个时期开始 这个目标 它其实引领着全球社会 在一直深化这个相关的 这个议题 在2015之前 现在已经过了 然后 消灭极端 贫穷 饥饿 普及 初等教育 性别平等 跟 妇女全体 儿童死亡率 这个 产妇保健 然后 这个一些这种疾病 的 这个 对抗 等等 环境永续 全球合作 这些议题 它其实 基本上就是在更开展 就 接着年额国再继续说 因为 刚才讲的 2015年你必须 希望有这个目标 可以达成 当年到2015年 你会发现 口号就是一直都在 就越来越复杂而已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年额国呢 就开始 列了17项 大项的目标 然后 里面有169项的指标 作为一个永续发展的目标 那 基本上 这时候他们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 这样子的一些讨论 就是我们的希望 人类跟环境是永续的共存 你看 这个 这个 是这个 SDGS 这个 大家应该有些人就经过这个名词 它 列出来的这些大类的 这个大象 这个东西 其实基本上就是永续的概念在里面 消除贫穷 这是从年额国开始 一开始就提出来 但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 完整落实 只是拉近而已 终止饥饿 良好健康跟社会福利 优质的教育 性别平等 然后卫生 能源 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这个当然就是这样能源的议题 有尊严的工作 像这块劳工的部分 过去如果是以台湾来讲 他其实 某程度 有一块是被忽略的 但是在劳基法 其实 在这10年来里面的演进 还有这个劳选历次的增长 然后再加上说性别平等这一集进来 其实在 劳工的这一块部分 他也是典型的一个永续的指标为一个部分 那 台湾在之前其实深化蛮多的 产业创新跟基础建设 那这个也是 这个你会听到的一些基础建设相关 像观念基础建设是政府 前几年在推 那是出发部啊 他有一块就是在处理这个部分 减少国内跟国家间的不平等 永续发展的市政规划 你知道他说 东根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也有 为什么 像 你说都市更新 你要增加能基础的话 有很多指标 其中像8 绿建筑指标 就是一块 他跟永续有关联的 那 确保有序消费跟生产模式 像这种很多共生的模型 一些社区再生 大家就跟这个 还有观点 那现在就是强调在地化社区 你透过社区的自主 可以减少碳排 然后你在当地的资源去开发 怎么样让它循环在地的 的一个议题 那气候行动 这它后面一直延伸下来 我现在觉得全球很迫切的一个议题 保育啊 海洋资源的保育这一块 这个台湾其实跟我们也蛮有关联的 因为我们有远洋渔业 那生态领地 和平正义跟建源司法 这一块就是我们政府 前几年在推司法改革 就是这个蔡总统的第二任一开始的时候 司法改革这个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跟你 也就是讲的非常讨论很热烈 召开国师会议 我刚才讨论司法 那司法的和平正义的部分 也跟这些议题有关 然后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这个大概就是世界地球村的概念 然后呢 后来就接着 把这样的指标去 要从工部门也好 然后再来是私部门 私人之间也好 所以 开始有所谓的这种倡议的部分 给企业就是告诉他 里面等于一些概念 希望企业是follow这些 退出再加入太美菜 好 你可以从刚刚看就是我们前面讲 SDGs这个指标 它其实 它从很久以前就提出来 它很闪落的 但是它你会看出来说 它是很多项很多项的一些 这个目标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在讲 ESG这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用一个三个更大的概念去包 刚刚那些小的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有讲SDGs 也有讲ESG 那到底什么叫永续 你常会听到那种名词上面的一个 呃代用或互用 但其实它是可以套得进去的 那你用ESG的话 是因为它缩写 基本上就是直接把概念 就缩写在那个字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环保 社会责任跟这个治理这一块 那如果在企业里面的话 就是有公司治理 那在政府也会有治理的部分 那我刚刚讲了 从工部门到我们这样课 主要是讲这个企业 那刚刚那三块的面向 你如果直接去 跟我们刚刚讲的SDGs去套的话 你会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 把所有的这些大的 这个概念 全部可以用 用在 你看这是ESG的 你用联设去分 那这17项 就刚联合国一开始就提出来了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把它对应过去 当然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得出来 比如说 联合国的指标 它可能同时ESG三块都可能会碰到 也有可能 是这个 像这个 就三个都可能会碰到 另外也有可能是 真的其他一个部分 或是两个部分 结合在一起 那至少你可以从这样的分布看出来 这些概念 基本上它 是互相依存 互相有关 那政府在发展ESG的同时 要有企业这样做 你就会发现你面向太多了 光讲ESG三个字 它 弄下来 它们好像当是一大二位 OK 好 那 这个是联合国的全球盟约 那它也是一项参与 它基本上也是 在概念上面是差不多的 OK 那 这个也是在去跟ESG做结合 去强化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项目不同 但是其实都套得进去 在那些大的 项目里面 这个大家可以 看到就可以了 OK 那老公 你看它特别 老公它是对到这个 社会 那一个部分 老公对到社会 那这一块 其实 我想各位如果 在座中有企业主的话 就发生议题 其实非常的 非常困难 他们来讲是这样子 因为 对企业的目标来讲 盈利终究是企业的一个目标 那你要在这个追求盈利的 这个大的方向上面 大家同舟共计 但是你要去做到 老公权益的确保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的冲突 就是这样 而且 像职场的安全这件事情 今年啊 我不知道大家 我们会留意到 那个性贫三法通过 这事情大家知道吗 就是因为me too的事件 那me too事件之后呢 性贫三法现在已经 去翻修 那性别 平等工作法 性别工作平等法改名 叫性别平等工作法 那这个法规 它就正在职场上面的 就是这个性别之间 你可能会有像性骚吧 这些议题 那过去 在这个经典修法之前 就me too事件之前的话 基本上 你30人以上 公司啊 其实30人以上才 需要成立一个专责 申诉小组 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现在的话就10人 你公司规模到10人 基本上就要去 成立 这样子的小组受理 而且 现在这个东西变成这样子 过去是被害人 比如说有被骚扰 我就说我被骚扰 那跟公司反应 那后来如果说就戳掉 比如说这个双方讲好 觉得是误会 比如说是问候 肩膀拍太大力 这个误会 撤掉的时候就没事 但现在的话法规是 他担心说会利用那种权势 就是你可能职场你会害怕 那可能就妥协这样为了工作选 所以他们现在规定是这样子 就算被害人不追究 雇主也有医务要把案子调查完 就这样子 这是今年的法国也是这样要求 那他适用的规模 你可以看 我要讲他适用规模 所以这今年比较大的一个议题 在这个职场安全上面 那反贪股就像我刚刚讲 这个反贪股 反贪股因为也是联合股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反贪股这一块 刚好跟这个大概 已经好几年前了 就是所谓的反喜嫌 反肢孔 这些议题其实也有关联 还有这个反币税 那些议题 然后这个在银行业 在银行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说我可能我在辨识KYC的时候 我可能就必须要辨识说 这些很重要的政治职务 在洗钱防治法的要求 然后再来说 因为他有可能会有收受不正当的利益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把它揪出来 就在KYC裡面 会去讨论的部分 那这个是在 因为跟洗钱 这个孜孔在一起有部分 所以反贪腐跟那个结合之后 他们就再从KYC裡面去把 这个事情去做强化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在一般明天企业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反贪腐他延伸下 一般企业是反费落 很多企业会有所谓的这种 比如说像采发人员 采发人员可能就涉及到 所谓的背信的问题 那或者是说 我可能有收费 回扣 这个就是在这一块议题 在私人企业里面 你可能会碰触到的 大概是这样 你这样听听我讲就知道 你光把这些相关的法规弄下去 上20小时大概都上不完 因为每一个都是一个很深入的议题 那 那从 刚刚讲的是一个ESG 跟SDGS的关联 还有在联合国在推动这些东西的一个历史的脉络 跟大家介绍 那我们在目前的现况 为什么这东西那么重要 其实说实在 很多人讲ESG 不是因为他想要永续 而是因为ESG 可以让我赚更多钱 我就讲直白一点的这样子 或者是我不做ESG 会到损失更大 不是说我很爱地球 所以我要去搞这个东西 这就是在商严商 我这样讲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 他的市场跟投资规模 扩大这个是什么 这叫利己基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我今天在 台北那边看到很多新创业者 他直接就用这个来当议题 因为来当议题是 我透过帮你企业去做碳管理 我做个企业的ERP系统 但是我是for你的碳牌的人 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赚钱 一套卖多少钱 那反正 这个我就找几个专家 进来一起开发这个系统 我可以掌握你的碳数机 跟排放量 大概是这样 他可以赚钱 所以他就是大概上级 那 在 这个所谓ESG 跟钱 跟投资这个东西 有关联 这个是 政府 联合国 跟各国政府 他希望大家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你要有个 有个利多出来 是有一些创造的诱因 那在联合国 曾经有一个报告里面就有提到说 你要创造永续的社会跟企业 你就希望 这个是 一开始就希望更多的 更多的人来关心 来参与 所以那边就提到 他从一些 会去辅导企业的人 他先把他抓进来 然后呢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 什么顾问 会计师啊等等的 把他抓进来 然后希望他能够去影响 这些企业 大概是这样 那这些人可能都是在一般的企业里面 你涉及到投资的时候 你可能会跟他们有一些 你可能会去 咨询也好 或希望他们协助规划 那所以 他们在联合国 这里就希望说 那这些人 你在帮企业去做 跟投资相关议题牵涉到的时候 那是不是有机会 去把这东西也带进去 大家就是一起共行 大家就是这样 所以有很多样的 的 那个层面的问题 好 然后再来是这个 SRI 这个是 社会责任投资 那 这东西又是干嘛 他也是一个 衡量的指标 像现在衡量指标很多 我跟大家讲 像好几年前 在推绿色金融的时候 这个绿色这个指标 他就会直接影响什么 政府希望 像金融研修院那些 这个专案的时候 政府就希望那件事情 这一家 他污染 那不环保 你是不是就把它列为是什么 放款额度 就要受性的这个基础 你可能就要考量这件事情 这家公司没有做到永续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放款 就甚至巨网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一件事情 应该 五年前到十年就中间 政府就要推了 那 所以那也是一种放款 农资的指标 那传统才有指标之外 考量企业利润的持续合规 聘雇装 这是 这个 劳工的一些议题 然后他的价值的议题 社会贡献 和经理想 作为评价他的投资价值 那这个就变成说 给投资人参考 大概是这样 前面绿色金融是给 银行参考 这是给投资人参考 你要去投这家公司 那这件事情 就会连接到 企业社会责任 CSR 这个你们就很了解了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从企业自体本身 出发的 CSR这件事情 那 我这个做好 那 无形的当然就是像形象 有些东西就是叫credit 就是形象这些东西 但这个他们背后都希望说 我的形象做好 这个是可以转换成 直接的获益 包含投资在内 ok 好 然后呢 这个PRI 我刚讲这个部分 是联合国环境计划 合作的独立非政府倡议组织 那也是责任投资的主要推动的机构 那他就希望说这件事情就是去 让大家可以逐渐的去接受 那 像 我不知道大家很多买 ETF 几年前开始有一些ETF很热门 就是挂永续这两个字的 我自己买一些 这个个股 然后一直赔钱 后来就觉得 然后买ESG相关的 永续类股比较实在一点 至少说买的时候到现在看起来都还是红 他个股的话是轻轻落落 那当挑的 既然 他连接到投资的标的 那 要跟永续有关 所以他就必须要有这些指标去衡量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 你从 我之前提到的 你做好企业的角度来讲 你在 企业社会责任这边ESG做好的话 那当然直接是你被投资的机会可能会增加 就很直接的一件事情 好 那 这个 责任投资的六大原则 整合ESG在 投资分析跟决策的流程里面 就是你必须要去衡量这件事情 被投资的企业 这个有没有做好 我刚才讲 这个 这个 行使积极所有选 然后在行使决策中纳入 这个ESG议题 基本上就是你 是影响到你的决策的 大概是这样 然后要求投资标记要揭露他的ESG议题 就是他要 这算是透明 透明其实也是 像反贪腐 他也是跟透明这东西挂在一起 就是希望说你 基本上你要让保护投资人的角度出发 或你企业值 你 很多资讯你必须要去揭露 然后促进 投资产业 采用了PR 像创投这些东西 这个 你可能 用这个标准 然后去检视 透过合作强化原则的落实 然后揭露相关的行动跟进度 我这个就是 希望说把这个当做一个 投资的时候 决策的一个标准跟流程 好 然后呢 在 这个 投资的趋势的部分 陈欣 有提到说 台湾永续型的基金 从2019年 这个转为净流入 然后这之后就是一直在增加 净流入的金额成长三倍 那这个东西就是跟永续议题挂在 挂在一起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 看得出来 我在 有一笔闲钱 我不知道投资谁的时候 如果是看陈欣他们的 的资料 我可以看得出来 再选择标的 你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可能就会是一个 事实上 我刚刚讲的是衡量指标 他现在说 事实上在投资的时候 确实有考量 所以数字 他会有 这个 看得出来他的变化 大概是这样 那 群益的 经理人 经纪也就提到说 什么太阳能 风电 这些议题 就是投资的一个重点 大概是这样 低碳相关 当然这个 大家知道 像 这算是今年的新闻 那前两 前一两年 两三年 台湾在那个 能源这一块 其实也有一些 算是整体的挫折 好像离安风电那部分 他就会涉及到 我现在是用 永续这个议题 可是还有一块政府关系的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些 这一个电厂 后来就转手了 的争议 就是说 我可能 我前提投资太多 就后来卡到一些法令跟 一些政府的互动上面 那就变成他没有办法如期 去开发完成 那国外的资金 他可能想要缩手 就要找很承接 所以 台湾在离安风电的一些 外国投资开发者 他其实有一些已经更跌过 大概是这样 那 这个当然就是也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 这是跟环境 台湾的现实环境有关联的 不只光永学 所以说 这本身 议题出发是好的 然后 这个 绿色意识 ESG成 国际退休基金的主流 那这个当然就是从国外 的基金的角度来讲 那他们在选择 投资标的 或甚至避险的时候 那可能也会 把这件事情 到他们的 投资标的选择的考量里面 ok 那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相关的基金 他们发布自己的 永续的报告 有五分之四的基金 有订定一些 气候二合氧化碳减排的策略 然后遵循国际气候相关财务揭 去制作报告書 所以 你会看得出来他们就是 全世界都这样做 那他们自己也 也移成作折 大概是这样的 对台湾企业来讲 现在目前很多企业 其实他就觉得 这还是口号上面的问题而已 还不是实际上的事情 但是对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 在重视的议题 就变成说 好我怎么用最 最精简的方式 能够做好的事情 好 那为什么 精英者要去重视这个 ESG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一些新闻 他是从不同面向去 去讲 像 这个是 政府的政策 净零碳排目标 这个我们现在修法 把这东西 也放进来 关键的战略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 政府去 划定 重要的一些产 产业 那这些产业化就是 你划定这些产业 那你下一步就是要刺激民间投资 甚至或者是政府的基因投资 那这一块划定产业之后 他就有相对的优惠 包含租税优惠也好 或者是一些补助 或者是奖励也好 那这个匡列出来的 跟永续议题相关的 这些东西 那当然就会 这个促进产业的发展 吸引投资 当然是 因为毕竟政府也愿意跳下来 支持这个部分 好 那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 我先问一下大家 你个人认为 2050年 禁令摊白有可能达成吗 有吗 有可能达成吗 还是 还是大家觉得我牛排 每吃一克就在 因为杀 做这个牛排就是 不知道多少摊白 这当然不可能 每天都在吃 这个 这个当然很困难 你可以看到联合股 一开始是说 2015年 就要达到 终结贫穷 在2000年的时候提出来 千禧年 那个差非常远 而且评估差距 至少在台湾讲是扩大的 好 好 然后呢 从 刚讲是比较高空的 政策 那你从具体的产业来讲 有些产业有抓到这件事情 像这个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甘蔗渣吸管 你应该有用过吧 它长得有点特别颜色 你有拿过吗 不是止吸管 甘蔗渣吸管 它的韧性也很强 然后你就想 这个怎么会 惶惶 粗粗的摸起来 那 十亿支 然后呢 这家公司 它 外销 非常多 因为 他们做的东西 是完全可分解的 我们刚才都进到 欧盟去 那 它是用呢 一些甘蔗渣 咖啡渣 这些东西 就天然的 然后把它转化成是吸管 然后这些其他的残局 那 人家说它是以产品通过 欧盟的可堆肥认证的业者 这个东西直接丢了之后 它就会分解而已 这样子 不是用材料去取得认证 所以 这个当然就是 你能不能从 现在我们讨论的 这个ESG相关的议题 去找到商机 去利用这个事情去赚钱 这个是有些企业看的就是这样子 像这个 很多现在台湾的新创 就是跟它一样的想法 好 那 再来就是降低 这个企业相关的 这个风险部分 那这些风险其实非常多 这个只是 翻例子而已 大家看看就好 那比如说你可以看 像这个里面 像环境风险这些东西 也可以 把这一块大家一起来做好 可以降低这些风险 OK 那 当然台湾也是有一些 跟形象比较有关联的 像这个 像这个 如果大家前置有看那个什么 巴士门的辩护人 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电视剧 蛮好看的 因为 那个 导演我也认识 他是律师 蛮写实 那他讲那个 印尼渔工的 这个 血类 好 那这个东西 他同时就涉及到什么 他是 算 对你来讲 底底好像很远 可他牵涉到的疫情 ESG疫情 其实更多面向 因为他同时牵涉到 环保的疫情 海洋这一块 然后另外又牵涉到的是 劳工 的问题 那劳工现在全球 都是 认为到应该是要去妥善保护劳工 而且保护劳工 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讲 如果 各位在座企业组的话 ESG他 其实不只是对劳工本身 还有这个劳工在企业里面 跟公司的互动 联合国的要求是什么 他是希望说 包含这个劳工的家庭的 平衡这件事情 你必须是企业组要去兼顾 所以 你会加班 就会直接影响到 就是 你的生活品质 就没办法兼顾你的家里 那这个就不有趣 就是这样 所以血汗工厂 没不有趣 这个是确实的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再来是一些 国际上面 对这些东西很敏感 就是说 像你的原物料 如果 没有办法 跟这些议题区域 不符合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 被抵制的问题 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 你撞毛钱 像 新疆这也有什么棉花 这个议题 台湾人吵了几年 只是台湾现在没有人在讲新疆 大概是这样 可能选举前就 跑出来 那新疆的棉花 因为就是对岸 中国在打压 他们是对人权侵害 所以 你去 侵害当地人选 所压榨产出来的 这些原物料 这个就会被认为是 不符合永续的精神 大概是这样 很久前一个电影 大家的印象 叫《血钻石》 这个有看过的 应该 年纪可能 我大概就知道了 ok 血钻石 那 他也是一样 就是那个 非洲人在地 大家很苦 就是挖钻石 那这个就是弄棉花 但是是压榨人群 来了 好 然后呢 现在还有什么 这个 MZ世代 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从 现在的世代里面 他们的期待 跟想法去回推说 哎 那他们 想要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 家庭 人的一些 生活的尊严 像中杰品学 那些东西 都是跟人性的 生活的品质 尊严有关联 那我就从 这些 每个个体的人面 从 他们的想法去看 这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也 也会反映到永续 这件事情上面 像 大家如果 公司没有年轻的员工的话 现在 你可能 你会听到很多人在讲说 哎 现在大学刚毕业 进来公司上班 他们对工作的想法 对 工作的期待 跟 好像七年级生 六年级生不一样 有很大的落差 因为本来跟你相反不同 广告还是这样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 这些人的期待 他们希望组织去关心 你 你应该是多花时间 花在福利啊 然后希望自己的组织 有道德伦理 道德伦理 这跟永续 当然也有关 那你不是赚黑心钱 那期 期望建立 公开 透明资讯的开放组织 认同包容多样性 我这个我举个例子 像 这个几年前 有一个旅馆 台湾的 那是一个判决 那有个旅馆 他去雇佣一个柜台人员 但是那柜台人员 他是 多元性别 他性别认同是不一样 比如说他真实的生理是 男生 假设这样 但是他就是 认为自己是女的 那他在道指上面就填 女性 就是性别 他那个字 直接把他填女性 然后他在穿衣服 就是比较女性化 所以一开始 没有被发现 然后后来 被大家知道之后 然后公司主管 就直接用他人事资料表上 登载错 那个不实 就说他故意说谎 然后再找借 找理由把他开除掉 然后就变成一个脑子增益 这是真实 这是这几年的事情 他在台北 那那个 员工 他后来就请求要 就是公司非法解雇他 那后来法院也是 也是认为说你 你基本上你要解雇他 应该就是要以劳基法的那些理由 你不能单纯用性别认同 这件事情 当作是解雇他的一个理由 所以是判公司败诉 大概是这样 这个不再跟大家提一下 多言认同 是现在一个蛮重要 但除了这个啊 跳脱这个 像最近我听到很多 我不知道在各位行业 应该这个情况更严重 很多这个八九年级生 他如果是职讯背景出来的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疫情下面工作 工作的方式变化已经不一样 我防控这件事情 因为之前就是很普及 那现在国外台湾也是一样 很多 资讯人才 这个工程师他会希望说 我不要回去 就是我要再加工作 都叫我去我不要做 为什么 因为我爱加我可以兼 我扣可以多写一份 那我赚的钱 比我去公司上班赚太大 他会觉得我这样 我可以自己去决定我要赚多少钱 那我不用会绑在公司里面 那这个是现在 很多年轻人 他们可能会想像 我自己在开那个104的时候啊 那我跟一些雇主的讨论 他说现在有些员工在面试的时候 他们会看你公司有没有 就是这个可以在家办公 这件事情他们现在还会看 有些人还会这样子 但是那种比较 特殊的职务 大概是这样子 你当然餐厅那不可能 好 然后呢 消费者永续的指数 那这个是从 如果从一般企业 你可能如果今天是 b to c 的 那to c 的话 你可能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 去看这件事情 好 那我看一下 ESG认同度要升超过五成 ok 在消费者永续指数的调查报告里面 大家 年轻时代 对ESG认同度提高 像李佑崇刚才新闻去讲 在国外 欧美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公司如果不到的 他们不永续 你可能 对年轻人 他们可能没办法接受公司这样子的行为 可能早期我们会觉得赚钱就够了 大概是这样 能赚钱旗下都还好 是不是空调 关掉 可能空调开 怕太闷 那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你看他说 ESG获奖企业 容易得到消费者认同 会增加购买医院 你们会觉得看到这里 就觉得 这个消费者还会 还会重视这件事情 各位如果是像在座 我觉得看起来蛮多 可能就是八年级升上下的 七年级升八年级升上下 你就会发现你的消费型态 跟上一代不一样 就是你今天 我如果以买菜来讲 你去超市 现在很多年线都只拿那种 那个叫什么 就是有一些标章 永续 有足迹认证的那些菜 其他的便宜也不拿 那个六十岁阿嬷那种 可能就会拿那个 但是现在年轻人的话 那个是绝对不会拿的 他就要拿贵的 但是看起来是安心的 因为之前十岁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会回过头来说 那 你做永续 对企业人他有意义在 他就是为他的商品价值 那就商业利益 然后再来你看像 这边有提到 如果公司爆发过财务弊案 消费者就会倾向俱买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 对 这个哪个人写凌凌 凌凤凌牛奶 你们现在要喝吗 有没有听过这一家 在他发生问题之前 你应该会买他的 对 但是发生事情之后 你是不是已经很懒的去拿下 大概是这样 反正某一家就直接讲说 我们添加最少 什么美的那一个 就越来越多人买 以前大家把他去发给 我最喜欢那一家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对 影响你的消费的决策 所以像现在 去超市看 那个 我刚刚讲 凌凤的那一个品牌 他有出席他鲜奶的牌子 是小农包装的 然后他把他的logo藏在 很很旁边的地方 不在正面 所以你去拿说小农 小农的是一样 你就认同ESG 所以就拿小农的鲜奶 他多卖你十块 你还买当 拿起来之后背面是 其实是凌凤同的老板 你不知道 你知道这事情吗 仔细看 就知道 你回去看看你家超市 就知道这样的牌子 好 刚刚讲的 就是但企业的利基的部分 那再来是这个 气候面线 这是另外一块 他独立出来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独立出来的这个议题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算是政府施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见 那他确实也在落实当中 所以你也看到我们台湾的 包含能源的政策也好 那还有就是气候面纸跟国际要 一直接轨 那这个事情其实都一直在在做 那相关的产业 你会发现这十年 就大概就是绿营执政 这接近十年 这个相关的产业 包含股价也好 然后包含他的发展 外商投资也好 都是很大幅很大幅上 这跟早期的生机产业一样 那 气候 联合的气候变化 刚要公约 这个在1994年开始 每年都要举行气候变迁大会 这个气候变迁大会 他基本上 你现在看 你有关注这个议题 你会发现 他要开会前跟开会中 跟开会后 都是国际媒体 非常大篇幅的报导 但台湾人没在看新闻 就不会注意到了 你要有去注意 这个国外非常非常重视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 京都疫情书各位都听过 那 他当时候 有 达成一个目标 具体的数字 京都疫情书的重要地方在说 他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就是用数字量化 就看得出来 他说什么 温氏气排放 要在1990下降 5.2% 那因为这件事情 京都疫情书 我要下降 可是下降的话 那我们现在产业利益 你要怎么去兼顾 那就是有些人 他走永续发展 这个势必他想要把碳排减少 那就会有一个总量管制下面 结仓补短 我就可以把它 节省的部分来做交易 就等于对于 认真在 减低碳排的人来讲 他可以赚钱 就衍生出这个交易的制度 碳排放交易制度 这一块 我们的政府现在有在建 这个交易的平台 但是 基本上这也是最 这几年的事情而已 不然是这样 好 那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个影响 像那个 在七六八天在讲 永续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进入疫情书 当时候通过 其实先以开发国家 他是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但是对 这个未开发 他开发中国家讲 他们其实很多是有意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污染都在他们那边 就这样子 那 对于这些国家讲 他们会觉得说 地球你要整体的碳排减量 应该是大家一起做 怎么会是呢 你有能力做到的 把他卖出去 给其他没有办法做到的 反而可以让他提高 他的碳排 就是总量下降 可是真正增加的 你卖出去 让他再增加 都是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 因为你工厂都在那里 所以 就被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一块对他们来讲 是 反而会让他们污染 是变严重的 就是大家更肆无忌惮 反正我就 我交易过来之后 那我碳排就可以 有一个缓冲 好 那 前几年最主要 最重要的 气候边界高峰会 就是这个 我在京都易信书之后 大家 热烈讨论 2015年 在法国巴黎的 这个气候高峰会 那 他在这边的话 又提了 一个标准 他说 具体目标是 以工业实在前为基准值 工业实在前 是还没有办的时间 在21世纪末时 全球升温要小于2度 然后用1.5度C做的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时间点 那时候 大家讨论的是 全球暗化的疫情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要求各国你要落实通报 那 就是你们自己的国家 怎么去 落实 跟要求 台湾这个事情 我们台湾也在追求国家自主贡献 虽然 国际地位比较多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就影响全球 那台湾也是要定义 净零碳排的目标 然后再来 这个是一起搭着的一个议题 就是 R1 100 这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这件事情 那 是国际再生能源倡议 要求企业 你要共同守护自然环境 这个采用绿电这件事情 绿电 在 他跟我们 讲 我们现在 讨论最多是离安风电 然后在之前 前面 离安风电这议题 在往之前回脱的话 民间电厂议题 不知道大家没有关注过 那时候有像那个 阳光屋顶百万计划 有听过这个东西吗 有听过这个东西 阳光屋顶百万 这是在更之前的 那他们在干嘛 上烫能板 然后呢 民间电厂 大概是这样 原本是 在更之前是希望有民间电厂 因为民间电厂 他有发电的种 种位量 那 接着是化整为例 希望把一些显示的屋顶 还有一些 没办法更做的区域 把它做烫能板 因为看德国 他们在高速公路两边 那 那 这个都在离岸 我们讲离岸封面 在更之前 就已经在推了 那那些东西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 我现在说要阳光屋顶 要绿田 一般学校公立单 政府机关 那倒不用讲 因为他不会有 迈回去的问题 他们都是电发电 就是用他自己的 那个校舍使用 那没有幼银 对民间企业来讲 幼银是 我用私人的电厂 我就可以透过 那个台电短购方式 把这个店卖回去给台电 我在这边赚钱 所以大家说有个议题 大家不知道有什么印象 是台电跟民间电厂买的电 比跟卖给我们的电还要贵 对 你有听过这个议题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然后就被人家骂翻掉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绑的是 合约关系 就是说因为政府要鼓励 民间电厂 你只要不是用那个 你要说你是用绿电 发电的话 政府强制一个金额给你买 那那个金额是很高 而且是他承诺一段期限 原本不会调降 那就被他讲说土地厂商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那是在绿电那个议题的时代 那当然离岸也是 只是说他可以发电更多 那不是这样子 那这一块的话 台湾在电厂投资开发 一开始最大的利益就是 他有点类似说对于开发 开发的业子来讲 就好像我买定存概念是这样子 我前期投资在电厂前是固定 可以算得出来的 后续除了定期去维护之外 其他就没有其他的成本了 我就等着 每个月结算台电跟我买过去的电 多少 就是慢慢回收 有点类似我买个基金放在那边之后 每月这个会还本的概念 我就配型 每月配型 那一般来讲 像 那时候我记得电厂 大概 年化率好像 3-4%吧 好像是这样子 但是他台电好像买20年 保证买 所以你就是放在那里 就是一直 会有收益 大概是这样 所以 好像有些业者算过 我投资在划算是 我可能 硬体设施建制下去之后 几年之后就开始为本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 那 政府做东西 而且他们好像可以把 这个跟台电的 短购合约续融资 就可以另外再借钱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现在 我们出口贸易的制造商 最关切这个议题 就是欧盟探关税 这件事情 那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是过渡期 从10月1号开始 今年的10月1号 碳边境调整机制 他就是要看出你进来 欧盟的这些商品 你要会换算他的碳足迹 他里面碳排的量是怎样子 你如果过高的话 他现在初步限定一些商品而已 之后会全面试用 所以你只要不永续 生产过程不永续的话 这些商品他们不准进来欧盟 以后是要走这一个方式 那 欧盟这事情其实非常狠 大家有听过 GDPR 你有没有听过GDPR 有没有 这什么东西 不是某一档基金 是欧盟的个资法 那个 欧盟个资法 他算是自己关心我们自己欧盟会的外用 但他里面就写一个条款 什么 你国外要跟我欧盟有个资交 想要收集我们欧洲公民和克制的时候 你就要跟我一样保护强度 那跟这个很像 你要东西进来的时候 你就要到我们标准 所以 虽然他自己修法在完 全世界就跟着要被迫 要头牙下去洗 就这样 所以 台湾的个资法 或什么 现在 就是现在变国发会在管 就是因为要跟欧盟取得认证 日本是全亚时候第一个 通过 各自保护的 氏族性认证 就是他俯瞰欧盟保护的那个程度 那这样的话 就变成说 日本跟欧洲 所以叫各自交换 商业行为的时候 他没有受到那么严格的管制 就这样子 日本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来取得 所以这个是 他就逼全世界要跟他走同游戏规则 大家走美国 可以跟他谈 其他的都没办法 所以 剩下国家 你就只能因应 欧盟他就这样做 那我们台湾怎么去因应 辅导业者 就这样子 所以 你会发现 万贸协会 今年开超多 超级多这种课程 然后呢 你会听到什么ESG管理师 那有的没的 大概是这样 但是 我跟大家讲 重点是怎么做 这件事情 大家摸不着编辑 因为现在像 欧盟的这个太平均调整 他的 结 他告诉你的结论 你就是要这样子 符合 只是商品之后是蛮扩大 扩大 现在是过度结 那重点是 我怎么样企业去 达到他的要求 这个是实际的做法 那就是 你要花成本 就这样子 你可能必须被迫你的设备 生产的设备 你的 这个制程都要去做调整 还有原料部分 好 那 初步 基地不估算 制造商 加贸易商 台湾有3500家业织 会不会欧盟这个 碳 碳管制 受到影响 而且 你可以看一下 欧盟他有个碳关税 那这个就会让你的产品失去竞争利益 就好像台湾的买车 你多花钱买车 但是 美国一台卖200万 台湾一台卖400万 但是你多花钱是缴税 你买贵是没有拿到更好名字 竞争力也比较差 大概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反正就是百分之百再生这件事情 这个 有企业 现在有开始中讲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 政府 要推这个ESG示范 推最用力的 就是金管会 金管会推的非常用力 那个银行 金控 就是什么 一大堆ESG指标 不是他 放款给别的ESG的考量 是他支持他们 各家监控都是政府 就要他们示范 所以都搞一大堆有的没的 哎 你们知道 像金管会他除了要求金融業 他一块是那个上市会公司 那 要经过 永续委员会 那 公司法 他是 他是不是公司法的公司的内部 强制设立 你有听过 審计委员会 薪酬委员会 这些都是公司法要求 那 有一块是 非法定的董事会下辖组织 在公司制议3.0 他现在就是搞花样 他就说 你要有一个永续委员会 那就是 负责这个议题 那 里面也是希望至少要有一个读董参加 好 那 这一块 现在很多金控 他们就有设这个组织 那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要干嘛 而已 反正 对 你看得到 我跟你讲 这个我们也很了解 企业 反正就是政府要效果 就给他效果 我拿个奖 就说我ESG有做好 这不是效果很直接吗 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金控 可以一直要拿这个相关的奖项 那 这个是另外一个绿色金融的议题 这个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在 这个是在好几年前 政府就已经先要求银行要这样做 他说 响应全球化石燃料车子 玉山羊宣布不在新城做燃烧火力电厂专案农质 像 但我跟大家讲 看这种东西就是 听起来很很厉害 就有效果 但事实上火力电厂专案农质的话 应该也很难在台湾设立 这个你现在要送就不可能过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也不用倒农质那一块 可是这个新闻 你看就很有效果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国内营业单位就当然这样 不过国外就有差了 国外就有差了 就有差了 那 相应能源还有个议题 就是 不过像大家 绿电有没有包含何呢 有没有要摸着胸口告诉我答案 绿电有没有包含何呢 不包含 有没有包含何呢 欧洲那边是什么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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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目前现在有些国家 他是核能就变成 原本的趋势是全世界是 相核能是逐步退场 但现在目前的国家的做法是 除了研疫之外 还有新的核电产核电产核 因为他们发现说 这个事情超有办法去替代 再生能源不足的那个空缺 当然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讲飞蛾家园 那只是说 就点你要从哪里来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研疫这事情就是 一定被拿进来当选项 就是核电产研疫这个议题 你不要重启 但是既有核电产研疫 要不然补不上 离岸没那么这么快 现在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像你开车经过那个西部海岸 那东西看久你会觉得很漂亮吗 虽然离岸是比较远一点 大概是这样 但岸边现在已经差满一大部分 以前会觉得好像不错 就是 有个那个就是少数 但都没有很多的时候 会觉得这很壮观 而且好像觉得这很 海岸线就是 会影响很大的 好 那 这是玉山 那时候就是有这个事情 但他就是把 这个放款这件事情 跟这个 ESG做结合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边是 台大 宣布在2020年底 正当时候新闻 撤足消货基因中的 22% 4.3%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吓到 想说哇 台大消货基因 还可以拿来 原来他有在投资 他本身 是还有基金经理的 是不是 投资于高污染高碳排产业质 因为像一般大学的 消货基因都很穷到不行的 他想说哎 我们不要投这个 好 就这样子 这个官 五年五百一就不一样 那 这个 学生会还没有搞 永续小组啊 也是在讲 这个 校方 旅行承诺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 各行各业 不然学校也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从投资的角度去讲 预设 这件事情 刚刚那个 那个 R1-100 除了金融业之外 台湾也有这样子 系列也有得到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奖项 好 那 这个是今年就很重要的议题 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 这个修正 变成气候变现因因法 你会看得出来 这个是跟我们政府的走向 像名词 为什么性别 性别工作平等法 跟性别平等工作法 要换名字 因为他就是要宣示 一个背后价值在里面 像这个也是一样 气候变现因法 那样比较广 大家知道 就是比较全面的宏观 那温室气体减量 那个是在 更早之前 的一个用 所以现在就变气候变现 好 那 他直接把2050年 禁令 这个排放 列为 就直接放到里面去了 只是不知道违反或是什么效果 反正那也不知道谁执政 到时候再修法就好 这个 这个没关系 反正 做不下去 立法 那三读修掉就好 你可以把它变成是5020年都可以 所以大概是这样 至少现在有个目标在 那 他里面有要求主管机会要落实这件事情 碳费要上路 碳费这东西就是结果欧盟的 那碳费 相对就是什么 你不要怎么碳费 你要干嘛 你就是碳交易这件事情 就是他这个是 全部 一套东西 碳交易 跟这个都是放在一起 好 但是目前 现在是执法还在 还没有正式生效的时分 碳交易所现在已经有了 组织全都有了 但是 事半而已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 看可能要到明年 明年年初 好 所以母法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在 法规里面 那 这边 时间点 上代 执法 订定 那 上路的时间是规划在2024年 到2026年之间 一个上路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 修法 你可以看它是两个比较 这个 气候边迁应应法 那 除了把目标放进去之外 他就把检讨 这个 时间 缩短 四年检讨一次 要开升 碳费 然后 碳费 费率 省议会 这个是另外一个会 大家吵的地方 因为这个东西是设到科学的 大概是这样 怎么去 怎么去确认费率 那 那 再来就是相关的一些 依照 报告 去规划 预警 跟监测的一些方式 公正转型概念 入法 好不好 一定要 现在就很流行 一定要有个转型 两个是看到就觉得 是 很合乎正义的 大概是这样 好 那 征收的对象 分阶段 由大 到小 征收 大概就是企业规模 这件事情 那 首波锁定 比较 这个比较严重的 这些碳费大户 那时间点 就刚才提过 执法 现在有很多草案 草案都已经公告了 草案 往上都看得到 然后都已经有些聚集的东西了 但是因为现在卡到什么 要选举了 这东西就等 总统选完之后再让他 开始执行 那他现在可能是 可能是这个想法 大概是这样 费率 审议会会议制定征收的费率 然后将来会做一个 温 温碗基金专款专用 那 像这个基金的话 基本上 我们台湾 其实很多类似这种有目的性的 基金 像一个烟太仿制有个基金 那 那个 那个叫什么 你 加油不是 排 那燃料税什么 他有另外成立一个空污的那个基金吗 我都是 这样子的专款专用 好 好 那 这个 气候变迁因应法 这个 通过之后 国家因应气候变迁行动纲领在 两个礼拜前核定 那是这样子 那就是政府 现在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先立先打高空的 就这样子 因为具体做法 就全完举在说 他有没有提到 提升 维生基础设施任性 好 确保水资源供需平原效率促进土地利用 提升国土任性 这个就在填海造地就会提升任性 防范海岸灾害 永续海岸资源 提升能源供给跟产业的调试能力 农业生产跟生物多样性 这个强化医疗卫生防疫体系 这个提升这样会很 好 就订出来 好 大概是这样 这是两个个选择的 但 像订这东西其实 对一半来讲 蛮无感的 但是对产业来讲会有差 政府在订这些 钢顶目标上 他其实费后都在讲一个事情就是 他之后会补助哪些产业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 等大家知道就 就 未来可能就是相关的方向 一定会有一些辅导措施 啊 那跟工商企业人选 啊 这个是呢 联合国工商企业人选指导原则 他能提到说 我怎么样去呢 的落实 这个工商企业跟人选 人选 再讲谁人选 企业里面有什么跟人选很关 那当然 老公就是一个最主要的 国家有义务要去 这个落实 那企业也有责任 然后你要给受到迫害的 这些人有救济的管道就是 诉讼 然后国家的一些 的机制 这些人 这些人提到 企业要尊重法律 尊重人权 发生 权力侵害的情况 要有据实效性的救济手段 台湾的话 也有 依循的标准的公布 台湾自己的企业人权国家行动计划 你有听过这东西吗 应该 比较少人会知道 台湾 亚洲第二个 提出此国家行动计划的国家 很强调是国家 那 未来推动的重要措施 包含什么 国家的保护义务 像 我刚刚十月去韩国参访 那我也有一些地方去人权 有去国家特制组织 跟他们国家人权委员会 那像韩国的国家人权委员会 他们现在在做有一块就是针对 就是在 丁企业的 你如果是 比如说你组织里面 有一些迫害或歧视的行为 他不现在是男女 歧视 比如说 老鸟欺负菜鸟这一算 就是歧视的问题 那 机关如果不处理的话 比如说他们的脑工 脑工局不去处理 这个企业内部这种 霸凌 歧视的议题的话 你可以跟国家人权委员会 深处 像我们 我们 自己看如果在台湾 你可能觉得国家人权委员会 不是处理 就是摆设恐怖的事情而已吗 你可能会这样想 但是没有 他们其实在处理到就是现代意义的人权 就是 你在企业里面 政府没有积极去 避免或阻止企业之间 这样子的一个 歧视的问题的话 国家人权委员会他可以过来纠正机关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企业发生的问题 你没有继续处理 他等在多一个监督 去抵押机关要去落实的事情 就蛮蛮蛮蛮特别的 但是这样 那像 他们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也是这种顾问 大概是 是这样子 是依照 联合国要选事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企业尊重人权 促进企业跟 利害关系人的沟通 鼓励企业提出落实人权政策 提供有效的继续 就是落实 好 那 行政院的新闻稿 大家可以看看 你做好企业的人权有什么好处 扩大顾客群体 留住优秀员工 品牌价值 供应链商机 永续投资者 强化台湾整体品牌形象 大概最后一点 可能不是企业最优先考量的 对劳工的话 就是提升劳动条件 就业机会 跟两三块钱 但是现在 这样这件事情 在台湾来说 你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处理 就是 我要提升劳动条件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卡到是 像这个高零社会跟少子的话 那缺工这件事情 它其实会衍生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如果现在台湾需要的 就业机会有1万个 可是只有5,000个人来工作 那不足那5,000个 政府也不可能卖 升出卖5,000的吗 你就要 像 亚洲现在一些低生育国家 都 有一个危机的说 那我要引入外籍的人 尤其是 白领也包在里面 那这个事情就会变成说 我开放 外国人进来台湾就会是场 那他会不会反而抢台湾人的 工作机会 我本来是希望你做这5,000个低阶工作 只有你这5,000个人来 全部给我抢高阶 有机会被台湾人更不想做 本来1万个工作机会 台湾人只有5,000个 另外5,000个空下 但找5,000个进来 台湾那5,000个他就不想做 因为不是他要的 那这样没办法解决问题 工作机会被人家抢高 所以这个是 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 然后再来是HRDD 这个是 针对企业在调查 这个企业关于人权的议题 里面会不会进到 刚前面讲的那些 国际上面应该要落实人权保障 那 他的调查流程 识别评估企业 会产生人权影响 然后采取具体的措施 追踪成效跟沟通揭 就是盘点的概念 就是风险管理 好 那这个是 从 我个 上次会公司里面 他们自己有揭露报告 里面的栽入出来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我们只是付给你们 像他们自己就有去 做一个循环 这个就是像PTCA那一种方式 只是把它画得更漂亮而已 好 然后呢 这个是 DEI 多元平等共能 这个是 又有新的名词出来 那 这个DEI 他就是重视员工身份 文化经验 专业经验 多元性 确保每个族群都有代表性 然后呢 确保员工获得平等的待遇 移除他的限制 然后制造归属感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 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其实类似的 跨物企业也不只他 好几家都有一样的状况 他说AMF 他说之前在 20年前有9名员工提告 因为AMF说呢 就是我们 你看这边有讲 这个 你不是白人 所以把你解雇了 不是我们太多 电影太多非白人 所以你的数量太多 他维持白人的比例 所以滚开 就把他解雇 那他们后来就会提告 这个就是有歧视 大概是这样的 那 和解 付了5000万美金 突然老公变老板 有种那种感觉 美国 这种 亲爱的决议 那赔偿是超级高的 当然是这样 在台湾 不太可能发生了 50万企业就已经出不出来了 好 好 那这个就是 从一些 新闻稿 你会看到每个企业只要做这个议题 就开始写新闻稿 然后 吹捧一下日记 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是说 这个 落实多元共同精神 这个是我 我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 我有看到那个 好像是 不知道是无印良品的 UNIQ 反正他们就是有一集 有个 专栏在 采访那个企业因应高零社会 然后就采访他们 其中一支 那里面就有一个 69 70岁的 阿萨 反正已经过退休年龄了 他就在里面折衣服当店员 他应该是运营服 那 他们就是讲说 我们就是 在员工聘估上面 我们把高零社会的议题纳进来 就是我们在落实永续 就开始这一套 就开始讲 大概是这样 但是你就知道 雇佣 用二度就业的人 这个也是相关的议题的落实 你们企业有 超过65岁的员工吗 干嘛 除了老板之外 除了老板人之外 有没有 除了老板人之外 除了老板人之外 然后呢 再来是ANI的议题 好 我今天这个课会办法 所以 所有跟ESG有关概念 全部都讲话 都在新的嘛 就是这样 AR这个也是 去年开始到现在 才没多久 AR的议题就非常火热 除了 法律的议题之外 那 他跟永续也有做一些结合 那 永续这块 一块 呼应到就是这个 伦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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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主要的是 像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 我注意过新闻 美国编剧工会 跟美国演员工会 有罢工的事件 然后说 他可能平台 看不到影子 那 那个罢工的背后是什么 他有一块是跟AR有关 他其实 要一层层层下 你知道他背后在干嘛 跟AR有关 那为什么 跟AR有关 像编剧工会 就觉得 你如果今天 去找他们 用AR去写剧本 然后用我们的企业 写剧本 去训练我们写作的方式 然后用AR产出的话 那 编剧不就事业吗 就你不需要编剧了 那我们工作的权怎么办 这议题就是跟ESG有关 那就是 所以他们 不高兴 会觉得 你用AR这事情 你就变成说 好像怎么用都可以 但是 科技还是要回复到能性 但不是在取代人类的 就是这样子 那是编剧工会 就跟这个一体 伦理这很有关联 怕被取代 或公共群 的这个影响 那欧盟知识会就提到说 这个你应该要 有 一个 具可信度的能工智慧 伦理之一 包含合法 遵守所有的 能工智慧法规 他这件事情 大概是说 有政府 最好是去把关 政府的法规去要求 避免科技发展的失控 我大概是这样子 像 台湾的能工智慧管制 目前自然是 还没有 针对他去 特别立法的 我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就会听到 像之前 上个月有个新闻 被骂臭 所以被扭掉 你知道什么 AI写判决 你有听过这新闻吗 对 就是 一出来被骂臭 被扭掉 但这件事情就是 呃 背后其实在讨论这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是被告 你会希望是AI生的案子 还是看到你的法官生的案子 就是这么简化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 如果没有一个人看着你 然后观察你所有细节之后 那你觉得你应该被判什么罪 那全部通过数据量化 去分析之后跟你结果的话 你要选哪一个 大概是这样 好 然后呢 这个G7 数位部长会议 那这个是 大多大对AI这件事情 都认为说你应该要 受法律的管制 你要尊重人权 当然是这样 现在 嗯 一块当然是 会觉得这个东西发展是很好 因为毕竟将来 呃 开发中国家 都会有人口替代欲的问题 你要一个人生两个才能维持 你的人口红利 但是 开发 以开发国家没有 这种二的 基本上很困难 台湾的话应该是不到一 啊 韩国好像是0.7 还是0.8 大概是这样 对 那台湾好像是在0.8 那 那 那所以你势必有些东西 这样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补足的 你就要透过 这个 职能工智慧 那 反过头来是说 我创造他 要怎么避免被他完全的取代 这个是大家都很担心的问题 然后ESG跟艺术文 因为我在文创这一块也是做蛮多的 所以不再提一下这个东西 那 这个是在 这个文化部金管会跟证交所 有 永续发展实务守折里面他有增进一条 上次上公司已经有捐赠赞助 投资 其他是模式 艺术文化 艺术活动或文化产业 所以文化发展 把这个列到永续 的指标面去 那国际在响应永续这个的话 其实很多是民间 都是让NGO什么的 除了村里永续当议题的之外 其实很多都是跟文创有关的 他们在响应 因为他们本身比较 不会无览的议题 所以发展文创这一块 其实是跟永续的理念是蛮结合的 好 大概是这样 国内现在就是也很多 都是把这个 这个议题跟文创有做一些连结 那像这个两厅院 也有 那 你看他搞的煞 是不是 2018年就 成立了永续共农小组高 非常大 然后呢 启动碳盘茶 然后呢 深化云友共农服务相应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他这也很快 你可以看 虽然他没有特别去解释 像什么障碍者 身心障碍者 这些 弱势族群的议题 这个也是跟永续有关的 因为他是弱势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一些 像金农业 他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在设计说你要怎么样 公平代课 公平代课 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今天 一般的民众很容易接近金农 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做轮椅的话 或高龄者或小孩子 你怎么样让他也可以很容易接近金农业 这个是一个议题 这跟永续有关 你们有没有觉得 讲完之后发现 物理永续是什么 你就可以访问对方说 什么跟永续没关系 你只要说完都可以扯到永续去 已经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你看这个是大众运输 你看这个是跟碳废墟去做结合 把碳废放入门票计价的艺术展会 他是用他的概念 倒不是那废墟怎么订出来 而是他概念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是做什么交通工具来 那我就回算的话 那我就可能就做差别的票价 大概是这样子 蛮特别的 好 最近看到路上在讲大巨蛋启用 然后就看到很多行车的告示牌 快速到告示牌就说 欢迎大家搭乘捷运到大巨蛋 不会塞车 因为最近活动很多 大家知道最近打棒球的事情吗 然后日本人也要来 要来打棒球 好 好 那企业导入啊 PDCA的循环法则 这个我想大家都很了解 管理重要的 PDCA 在P的部分 企业永续进入目标 然后愿景 那你要用什么样的策略 然后呢 再来是执行 那执行呢 再来是检核 机查去看 有没有落实的事情 然后最后再 可能年度的 review 然后再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模式 像这边有一个ACES模型 那这个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啊 这是日本然后那边 这个提出来 适应性 这个一致性 效率 然后实质性 从这些方式去 去评估啊 然后呢 通过短期 中期 长期 激励惨罚 教育 的组合 然后去 改变这些 就是诱导 然后或者是 避免大家这样做 他这边举个例子 你会看一下 他这个例子是什么 他说 比如说你要 避免发生 这样子的负面的情形 那你可能就是要短中长期 然后又搭配三种 不同方式 你要有棒子 有胡萝卜 然后再教育这样子 那就可以 列出具体的 握食的方式 大概是这样 这是故意吸引面 那 台湾针对ESG的一些 其他的具体规划 这一块是跟 比较企业有关联 公司自己3.0 大家都知道 有没有 有没有突然 某一 某一发现说 已经3.0了 那2.0 那1.0 我现在来不及参与 是不是 3.0 基本上 他就是强 这现在 这现在是版本 目前的版本 强化 董事会做分 董事职能 像 他就要求说 你的读懂 像3.0里面 读懂的角色 非常持重 因为 他 从 读懂跟 成绩委会交互 去落实公司治理 那像我们刚刚前面 ESG的G 就是治理 大概是这样 所以 你看为什么他跟董事会有关 因为董事会强化 他就是要透过读懂跟 设计委会去降低公司的弊端 那弊端下降之后 才能让公司有去经营 第二个就是保护投资人 让投资人不会受损 这是政交法 一个重要的精神 好 所以 他就有说读懂 很多东西都对读懂 其次要求不能太少 然后读懂不能任期欲三接 这个就是避免说 你一直连续上读懂 你就会 跟公司 你就比较不敢直言相向 你就这样 好 然后呢 这个公司自己主管 这个一定规模 都要设这个公司自己主管 然后资讯揭入这一块 参考国际相关的准则 强化永续报告 现在都很要求 商务公司要做永续报告出这件事情 因为里面就是要把 学习提案拿进来 那 他说10周资本打20亿以上的 112年期要编制永续报告出 然后就揭露相关的 公司做永续的一些内容 大概是这样子 强化厉害的关系很沟通 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 像他是蛮有趣的 他有要求说 要逐年调降 每天能开股东会的上限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他怕 大家都集中在同一天开股东会 那你的股东就赶场 就是除非你有影分申诉 要不然你就不能参与公司自己了 所以他希望股东会能够尽量分散 那也是这样 但80加 如果80加里面有3加很多股票的话 你还是整条一加 要不然其他就是弄为多数 就是这样 好 那 这个引导专职治理 这个是 建立国际投票顾问集合国内发行公司的 这个议和机制 扩大进了自己的产业链 这个 就是一些评分评比 好的东西 企业自发性落实自己跟永续发展 这个评鉴的部分 像公司自己评鉴就是 对于企业的 这个要不要去接受政府的政策 跟那个诱导 还是蛮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公司自己评鉴的好坏 会影响到很多这个 他在这个金管会规范下面的一些权提文 好 金管会 启动上市柜永续发展路径图 然后在2027年 那他这个金管会要求 2027年完成温氏系盘查 2029 完成温氏系盘查证 就是大家去看自己主动申报就是造假 那 治理透明数位创行 大概是这样的 你看推动ESG评鉴的数位化 就是今年今晚会 你提到的 那差不多 最后留一点点时间 看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 有问题大家也都会跟我们联系 请问一下台湾的这个ESG的政府管辖单位是什么 刚刚提到金管会有经济会有环保 他现在 直接 不好意思 还笑的还听不到 ok 那个 像为什么这个金管会再负责 这一块是因为金管会下面就是针对公开发行公司 上市会 因为这些都是金管会想象 所以是有金管会去要求他们 那经济部的话就是针对一般的中小企业 那是经济部在管 那另外就是如果他涉及到的是 像ESG里面疫情很大 劳工就是劳工局 劳工部 那环境是环保相关的 像碳白交易的话 他就不会是金管会再负责的 所以 这会牵涉你的产业的目的事业主管集团是谁 那每个都会推动ESG 就这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主管集团为什么那么乱 他其实 就是因为目的事业主管集团不同 像 速发部也会自己推动ESG的方式 大概是这样子 数位置礼 就这样子 好像口号就很多 不好意思 再请一下 就刚刚讲那个2024年碳排已经上路了 而且2030年我们要减碳30% 那这个碳费 这个碳费是是征收的单位是哪里 然后定这个标准又是谁 他们现在有一个碳排交易所 现在是新成立的机构 你们现在可以上网去找 他现在已经有一个 交易的网站 那就是那个单位在做 这个交易 还有就是费用计算 到时候就是说你买卖 可是这个我刚刚讲 他现在你看到资讯 可是现在是示范的 执法还没有完全的生效 谢谢 我刚刚已经有官网了 他上面有一些交易的 未来交易的一些流程和盘点 好 大家有什么想知道吗 OK OK 有没有觉得今天很不像法律课程 完全不是在讲法律课程 都在讲ESG 好 大概是这样子 有问题大家在 我们会后再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